这个视频我告诉你一个公式 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比如给你一条直线 ax加by加c等于0 那这个点mx0y0到这条直线的距离 就是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除以根号下a方加b方 这个式子就是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记起来也非常容易 下面的a和b就是一般式方程中xy的系数 上面就是把这点坐标带进去就行 不过别忘了加绝对值 因为距离怎么低都是正数 知道了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咱来算个距离试试 比如让你求-12到2x加y加1等于0 这条直线的距离 用这个公式就很好算 上面就是把这点坐标带入直线方程 再加绝对值 也就是2乘-1加2加1的绝对值得1 下面的a和b就是xy前面的系数 也就是根号下2方加1方得根号5 所以距离就是根号5分之1 也就是5分之根号5 看来要求点到直线的距离 你就把相应的数带入相应的位置计算就行 刚才的系数比较直接 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如果我给你这个方程 你还会算距离吗 其实也没多难 只要把它写成一般式 abc不就出来了吗 剩下的就是计算了 看来如果给你的方程不是一般式 你就把它写成一般式 再用公式计算就行 好了 又到总结时间了 这个视频 我就给你讲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最关键的一点 是你得记住这个公式 如果给的不是一般式 你就把它写成一般式 OK 不啰嗦了 刷题去吧